看看皇子往潮里走 那就是要帮队友了 得留了得留了 贝克的TP 接下来链钉罐一开 睡着了 要看皇子这个EQ直接挑起 这波是不是有点省闪现了呀 太炸了 我感觉这个闪必交呀 把自己给帮亏了 我看一下他省下这个闪 一会儿有没有一些奇效 想音乐 4包2 盲瑟身上被挂了虚弱 4包2 整的辅助身上了一个一闪拍地板 先拍掉恶非留思 但是贝克就在旁边 闪过来 对面气泡再重盲瑟红 再接EQ 一个战争绿豆的被动 将其拍翻 而且捡了个闪线还想打 贝克要不要我后闪一下 要被打死了 王后闪一丝线拉开 王那儿的战斗力很强 再一个Q技能戳 将其战斗子 但是旁边EZ是隔墙 将作义给收下 炊施指东打西 但是有点贪 他觉得不想磕这个人头 导致自己的队友也倒了 FBI这波有点帅呀 但是劫子就无敌了 是 因为那毕竟只是第一条小龙 对啊 你看这个动手了 现在动手还不算晚吧 起码能把这个龙动下 因为我觉得SKT 已经想好这条龙龙就是送你的 前面就在这逛一下而已 来了黄子上路 上路 总算是放出来 锤匙也在旁边 直接大招想秒黄子 把黄子有点肉啊 阿闪回塔下 他打了一下 但瘟了 还没死很肉 但是锤匙最后一个恶意中摆 将石头人给摆回 依旧是集散日累 击杀了石头人 而且雷娜表又不在 怎么总少个人呢 发条是拆塔去了 那T温直接吃吃小火龙了 相互换资源了 这波四兄弟一起去上路 那中路这个塔 一会儿踢完打完那个小龙之后 要不要稍微过来逼一下 看这样子交换的话 该踢完完全不回啊 让 等下调整 对 让完之后 把自己的红巴夫区的视野 跟大龙视野 稍微做一下吧 因为上一波其实看的 真的挺惊心弄破的 嗯 两边一个眼都没有 就这样直接五个人 你得抱着往中路冲 是 不急不急 等下波团 等下波 还行行行 把Buff那边 Buff过来 这个位置挺不错的 右手先poke 三队 石头人走最前面 石头人要不要撞上去 補助是没闪的 先抢龙 佩哥在旁边 盲僧给拿到了 有没有开团的机会 又睡出石头人了 哎呦状态很差 也打不了了一百踢的波 哎呦 后面的眼外 对 蓝Buff那边有 石头人踢了个 比较保守的位置应该是 大龙一半选 很保守了 比较保守啊这个位置 他为什么不绕后呢 Groser 要撞龙坑里面了 撞进去吗 别别别别 也不撞 好可惜 刚刚这边草里的视野 而且最后一点时间消失了 这是个 没有 但是往中转线 这个中的兵线怎么办 石头人先顶前面啊 大家甚至想先开石头人 石头人有没有大总算 撞出来八条跟一个大招 拉到了阿肥琉斯 但是效果很一般 皇子一个天鹏地点 做死了八条 杰斯受到了盲子的人头 继续的追击 五追二 甚至有可能要直接一步点比赛 一个闪嵌接康重剧 想找霍波勒 霍波勒 他还在拉扯 但是四个人一到他的脸上 皇子一个EQ穿到脸上 杰斯给他最后的致命一击 石头人啊石头人 最终都在等你的大招 结果你自己还被掀手了 很可惜啊 因为石头人那个位置 不被掀手的话 其实T1也没有那么敢推 就很怕被高地下面 直接开一波掀手 好家伙 我们恭喜T1 在这场比赛中成功拿下